凯特王妃正在康复,在家人的陪伴下外出,王室释放出积极信号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凯特王妃正在康复中,化疗进展非常顺利,已经是转为为安的状态 三月份的时候,凯特录制过一段视频,透露自己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暂时远离公众视野,期待大家多留出一点私人空间 凯特王妃的朋友爆料,威尔士王妃可以忍受药物治疗,并且状态越来越好 现在凯特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身边有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有无数粉丝送来的慰问信,就连维尔士三宝都变得乖巧懂事起来 根据外媒爆料,凯特是在复古手术期间,发现自己患癌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凯特王妃脱发严重,体重也急速下降 此外因为网上阴谋论的影响,导致凯特患上了抑郁症,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消极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是凯特王妃却一一克服,一方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另一方面也在处理一些简单的公务,协助王室进行危机公关 根据外媒报道,凯特王妃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并且已经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外出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至少证明凯特王妃还活着,并且正在逐渐恢复健康 王室专家理查德菲茨·威廉姆斯认为,英国王室终于坐不住了,逐渐放出凯特治疗细节 可以外出走动,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证明凯特有望复工,甚至网上的阴谋论都要烟消云散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粉丝希望早点见到凯特,王室高层也有更加深层次的考量 凯特王妃正在经历艰难时刻,到底什么时候复工,还要看医生的建议 无论如何都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威尔士王妃可以外出行走 也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刚刚过去的心理健康周,威尔士王妃分享了一段做公益的视频 支持和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并且还给出了很多人生建议 眼看网上的阴谋论越来越多,王室也开始行动起来,增加凯特线上露面的次数 只有多跟外界接触,释放出一些积极的信号,才能让民众和粉丝放心,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根据白金汉宫的报道,自从凯特王妃宣布患癌后,收到了无数慰问信 他们在努力做分类,最终由工作人员代为回信 感谢他们支持和鼓励凯特王妃 英国临近大选,大家的关注点都被政治吸引 反倒凯特王妃的热度下降了很多 事实上王室在这个时候辟谣,简直再合适不过,也能起到最佳的效果 首席王室记者杰克罗伊斯顿认为,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大选上 威尔士王妃到底什么时候能复工 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逐渐让大家失去兴趣 自从去年过完圣诞节,凯特王妃就没有公开出现 引发外界的热议 英国王室一再推迟复工日期,导致网上的阴谋论泛滥 如今也算是迎来了大结局 期待凯特王妃早点康复,王室也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我 Jessica记贾了,王妃早点康复,王妃早点康复 孔妃早点康复 因为瓶领 这是